好 台韓情侶YouTuber KTStory 經常會PO影片來分享說 台灣跟南韓的文化差異等等 近期他們也分享了一個調查 要討論說 是什麼讓生活變得有意義呢 可以看到這調查顯示 大部分的國家排名第一都是家人 那其次是職業還有朋友等等 不過三個國家的第一名特別不一樣 像是西班牙第一名就是健康 南韓的話則認為說 讓生活變得更有意義的是 物質財富 也就是覺得有錢比較重要 不過其實台灣人的答案也很不一樣 因為台灣人認為說 讓生活變得有意義 第一名覺得是社會 依序才是財富 家人 自由跟興趣 有南韓網友看到這樣子的調查 也分享自己的觀點 他說在疫情期間 其實也會感受到特別的深 因為台灣政府當時在疫情期間 有警告說必須要戴口罩 其實很多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在當時都是相當的抗拒的 認為說這是自己的自由 不過在台灣卻幾乎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這個南韓網友也說顯示 其實人們都非常遵守定定的社會規則 還有先前台灣 韓國其實都曾經發生說隨機攻擊的事件 那大部分的國家民眾其實在第一時間應該都是選擇逃跑或是報警 不過這名南韓網友也觀察到說是台灣民眾確實有人會挺身而出來制止 他認為說這也是因為台灣人覺得社會更重要 很多台灣的網友紛紛有感而發留言說 其實很喜歡台灣社會的友善性跟尊重 去了很多國家之後回到台灣 覺得還是台灣最方便自由跟舒服 因為他認為說社會安全才會讓家人跟個人來安全 謝謝 謝謝